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松毅 我们邀请到海峡两岸三地 最副盛民的总编辑 郭文明 郭总编 来和我们语谈 今天重要问题 郭总编好 你好 欧教授 我们看到蒲瑞泽说了惊人之语 除了说要民进党 把台独党安给冻掉一块 让这些台独党各个差点要切副自杀 除了他讲的另外一个更是惊天动地的话 那就是大家知道不可能的任务 他说要台湾 如果两岸引起战争的时候 台湾要自己先坚守一个月 美国船才会开过来 他飞机得飞一个月才会飞到尾 这简直在开蔡英玩笑 而且蔡英文还没出发 他就讲这一个月到底他说的是什么文言文 还说的是什么法国话 请郭总编帮我们点评点评 郭总编 是欧教授 这个话确实是让我想台湾的特别丽云的人会感到很激 因为丽云一直在跟民众说别怕 大陆这个武统就是特别是一些声誉的别怕 如果说解放军敢打过来 打过来的话 那美国一定会出兵 这个一定也没 他也大陆也不敢打 而且打了美国就如何如何就要帮我们 所以不用怕 这个就是让绿云一直在这个跟他的支持者或者说跟他这些绿 这个这个基本的这些支持者的这个民众啊 这个打这个强心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不要怕 但是普瑞哲跟你讲 你给我顶一个月 顶一个月什么意思呢 因为现在在无数次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场合里面 台湾的无论是军方台湾的一些这个 包括过去这个国安会的一些前台湾国安会的一些高官 也都披露的一些 就以现在大陆和台湾的军事上的这样一个实力的对比的话 顶三天最多大不了顶一个礼拜 然后呢在过去的这个 因为佩洛西到台湾 创访台湾以后 大陆时事六点封倒的 这样一个实弹演习以后 大家觉得三天不难 现在美国说 你得给我顶一个月 我觉得这个话 再过一段时间 如果说蔡英文或者说民进党 你再不会做 试做广东话 你要不是再那个 那我下去的可能美国就说 你得给我顶 不是顶一个月 你给我顶半年 不可能的 你想想啊 尝试我们讲这个就common sense 你叫台湾现在这个台军 现在这个情况 他顶个一个月 他怎么顶 他哪怎么顶啊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 你得给我多买武器 多掏银子 你多掏银子 多买武器 你不是可以顶一个月吗 是不是啊 然后他觉得不过去 你给我顶半年 你接着再买 其实就这个意思 我觉得呢 现在啊 美国的这些方方面面的人呢 其实现在就是把台湾当作提款机 这个话普瑞哲 这个话呢 我觉得他背后就这个意思 而且呢 其实也暗示 你们老是要指望我美国来打救你 武统啊 你敢来打救你的话 你得不能光说啊 你得掏银子 是吧 所以呢 这个话 如果说蓝营或者是像欧教授您这样的 我觉得应该多跟台湾的民众 这个事应该多说说 就是大家应该醒一醒了 是吧 美国人一个月以后来 来救台湾 来救这个民进党 来救蔡英文 所以这段话 这个话呢 确实是 这个 让这个台湾的这些 尤其是期待 或者对美国有一种迷信的这些民众呢 我觉得应该是挂了一把 大气的 我们就觉得非常有趣 美国什么时候他飞机变慢 飞到台湾要飞一个月 另外美国的这个航空文件什么时候开的这么慢 开到台湾海峡要开一个月 现在的问题是 其实只要把高雄港跟基东港 两个港口给封住 台湾的贸易就完蛋了 而且台湾需要有很多东西是必须要靠进口 这是铁的事实 也就是说许多基本物资 只要两周进不来 台湾岛内必然大乱 换言之 如果在不战争的情况之下 只不过是六点封台 特别是高雄港 基东港被封掉的话 台湾几乎就是倒定了 所以我认为 吴瑞泽这里头啊 还有一个旋外之音 所以你要这次不能让我们满意 金额上我们觉得还不够的话 他还可以在未来整个大选的过程里面继续放话 而且放话会造成台湾的股票啊大崩盘 这个要挟之意不知道 郭总编您怎么点评 欧教授您想想啊 我们人想尝试 你想想就美国就现在从日本 他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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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军港 他把他的这个航母开到台湾 他要开一个月吗 他需要开一个月吗 他不是那有美军的这个 这个基地在那吗 他有韩国他有这个 这个等等 这有大量的这个 他不是还在 韩国还有族军吗 是不是 对 就是 哪怕我就像他从关岛那里也不用开一个月吧 是不是 我们 这个 所以要开一个月这个话 事实上就是讲 他就是 摆明了 就讹你 就是我 我就 你 你不 你不 你不满 我不满意的话 我就一个月 这个一个月就是大概数字 然后再下一次再 再 再说到这个事 因为普瑞德这个人呢 他有一个身份 特殊的一个身份 他既可以代表美国来说话 当时他又可以说 我是个学者 我说话不负责任 是吧 然后呢 让你 蔡英文 你民进党 你自己琢磨去 我这个话 什么意思 让你琢磨 所以他就在选择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点上 你还没有出发 我先 我先 教你一下 我先跟你讲 你得这样 所以呢 现在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 对台湾的 所谓的这个支持台湾 保护台湾 让普瑞德的这一方话里面呢 我觉得这里面呢 就大家要垫量垫量 美国是不是真的 想要真的要保护台湾 真的需要一个月 这一个月 这个概念 大家得真的要主席 仔细琢磨 感谢郭总编的点评 我认为还有一点 可以加以普通就是 也许普瑞德还亦有所指 就是蔡英文这回到美国结账 干脆别结了 把你蔡英家 所有在美国的家里 全部给我倒进来 这样可能让美国可以满意 多给个三百亿美元 你看如何 咳 郭总编 对吧 他就提前 提前 就是一个月变成二十八天 二十五天 变成了 也就是说普瑞德 改穿牛仔裤 改戴牛仔帽 雕雪茄 骂的难听的话 然后抖着左人手枪 要你说 yes 该捐就捐吧 感谢郭总编 谢谢 谢谢 王教授 我们期待 进一步的进展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好 咱们下周见 好 谢谢 我训列 我讨论 说 我训列